自古以来,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都是非常重视的。 如今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,家长们更是不惜金钱来培养孩子。 每年寒假也是学生们课外补习的大好时机,家长更是不会放弃这个让孩子变优秀的机会。 学生则一般有两种看法,一类学生本身很想旅游,或很想睡懒觉, 但是,他们还是坚持寒假上课,想自己下学期能够考得好一点。 另一类学生则是本来想寒假好好玩耍,但在家长的鼓励下, 和被周围同学学习气氛的感染,还是选择在寒假上课。 古人云,一张一尺,文武之道,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。 真正爱孩子的家长,应该帮助学生合理安排时间,规划未来, 陪伴他们享受生活,感知生命。 敬请锁定周六晚八点国语一台及九点五线三台的天下纵横谈。 一张一尺,文武之道。